现在在网上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买不到的 我居然买到鱼白了 平时吃鱼 一条鱼只有一对鱼白 今天一口气可以吃这么多 太爽了 鱼白还是有一点鱼腥味的 做麻辣味才好吃 今天就做水煮鱼白 先把葱姜加水打成葱姜汁 鱼白洗净后放料酒和葱姜汁腌20分钟 锅里放油 放干辣椒 干花椒 中小火炒香 然后把辣椒花椒捞出来 剁成刀口辣椒待用 用刚才炸过辣椒花椒的油 把豆瓣炒香 加入老姜 大葱段 继续炒香 盛入鲜汤 大火煮开 然后小火熬5分钟 放入青菜 煮断生后捞出青菜 放大碗中打底 锅里倒生抽 料酒 白糖 虾粉 去腥提鲜 调料记不住没关系 视频的最后有配料表 再下鱼白 用筷子轻轻滑散 放一些胡椒粉 盖上锅盖 中火烧至入味 最后大火收汁 洗锅装入有青菜打底的碗中 上面放上刚刚剁好的刀口辣椒 把热油浇在刀口辣椒上 最后撒一些葱花和白芝麻 喜欢麻味重的 可以再放点花椒面 麻辣鲜香的水煮鱼白就做好了 鱼白口感细嫩 营养丰富 用水煮的方式烹调 一点都吃不出鱼白的腥味 只有鱼的鲜味 还不用担心鱼刺 一口下去非常过瘾 赶快收藏起来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 我是鲸鱼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